自体免疫案例 一直在换医生 从小诊所到大医院 然后到国立医院 私立医院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好过 那回头我们就开始相信中医 我中医从一次去看诊50令吉 到最后看一次1000令吉 我都去看了 每一位医生都告诉我 大概你这样的情况 可能两个星期 可能一个月就会好了 但是我等了半年 我等了一年 情况没有好转 我的手完全还是不能动 因为之前的医生 没有人可以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状况 到最后我终于由一位朋友 介绍一位很聪明的医生 我去看了他一次 这一位医生呢 他终于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是autoimmune disease 就是身体的免疫系统 自己在攻击自己的身体 我就以为 终于有一位医生 可以告诉我发生什么事 我就问他 那我大概要多久可以好 他告诉我其实是不能好的 你大概这样的情况 三到四年 你就没有了 当我要结束生命的时候 我那一次其实是要回家 看我的父母亲 其实是最后一面 那怎么知道 我妈妈就告诉我 哎不如你试一下那个原始点 听说好像很厉害一样 总之那师姐即使是我按推了过后 我的手更肿 那时候我是蛮生气的 要死也要死到这样肿肿 但是妈妈就给我一片CD 师兄也给我喝了一杯姜水 然后其实我隔天开始就开始发烧 一发烧就发烧了三个星期多 那今天中我突泻麻冷 什么都有 你讲得出的症状我都有 但我那时候我记得 我跟我先生说 我已经看了那么多医生 如果我今天我又再走回以往的路 那我就没有得救了 所以我这个是我最后一个希望 你一定要支持我 结果我真的走下来了 一个月后 我妈有一天他打电话给我 他问我 哎你在做什么 我说我刚水啊 你的手可以刚水了吗 其实我那一刻哦 我的感觉是 哎那么我的手可以刚水了 所以那一天过后到今天 那一天过后到今天 我不只是可以干水 我不只是可以自己穿衣服吃饭 我还可以煮饭 我甚至还可以重新再弹琴 我在患这场病之前 我的工作压力也蛮大 然后早提早回家的时候 就是八点多 延迟放工的时候 大概两三点半夜才回家 这个是我常有的习惯 但我觉得没有问题 因为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看钱 那其实到了这场病过后 我发现什么东西都不是 就是身体最重要 我决定遵循远时点的做法 我就开始爬楼梯 我每走三节 我其实我都是要停一停 修一修行 到最后我可以走完我家里的19个阶梯一次 到最后我可以走17到19次上下 因为原始点我改变了我的生活习惯 谢谢原始点让我重回到今天 也是对我的教员 世界的学长 世界大长 我很感谢 因为他这些自体免疫的一些病 事实上是医学很难克服的 到目前为止还是这个问题 那如果以原始点来讲 这个免疫力是因什么引起 其实简单讲还是体力 体力好了 人体自然就修复 不是原始点给他什么 而是他坚持下来 他自己也努力了 想改变自己 所以他今天也走出来给我们看 算是一个很好的榜样 那我今天也很感谢他来这里 跟大家分享他这一段感恩的故事